这个对照表,当然对照表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个对照表的一个那个名称 所以你在定义名称,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叫血型的 这边有个血型,所以你按F3你可以找到血型 那我要找到一个 所以第一个先把这个 先插入,然后直接先剪下一下 为什么?因为我要把它放到公式里面 所以等于什么?等于这个 然后贴上 第一个是一个信号,然后end什么呢?end帮我查 查什么呢? 查一个VLOOK,所以因为 前面已经有东西了,你不能再查路函数 不然会把它盖掉,所以从这边 点这边有一个最近使用过的VLOOK函数 他会帮你加到这边来 那LOOKA VALUE是B型 那B型里面的话Table Array F3 在血型里面 帮我找找看 那找到的话呢 找到一定是找第一栏 第一栏一定是血型,那要把第几栏呢? 第2栏的资料带过来 那比对的方式的话呢 因为反正就那4种血型嘛 一定不会查错 所以找一定一样的 不可能有第5种血型的 OK 那这样的话呢,找到以后呢 就把资料带过来了 OK,按确定看一下 有没有 有 有 那再来的话 还要再把 第1个是什么 它是 评价 然后再把分析 分析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直接 先把这个 Ctrl C 有没有 然后End 串接一下 贴上嘛 贴上之后 改哪一个呢 改这边第3 比较好了 然后再打勾 不过会有问题 哪个问题 因为 按右键 出现格式 应该都知道吧 对齐方式 自动换列 这个一定要打勾 因为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它会变成 一行 它不会变多行 OK,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字太大 所以常用里面 把它改成 9号字好了 然后因为它是 自动对齐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 看 水平的 靠左对齐好了 OK 那底下的话就向下填满 不对 还没有 还有一个什么 换行 所以这边的话呢 需要一个换行 那以前的话 换行 应该就是什么呢 ALT Auto加Enter 可是那个是 仅限于文字上面 但是问题来了 它这里面是什么 它这里面是一个公式 那你公式要怎么样 加一个换行 所以特别注意 本来这个功能 会想半天 本来没有了 就做到这里为止 可是同学会问 老师这样不好看 可不可以换 加个换行 我不知道 我就想 因为 这个时候的话 需要去模拟 那个键盘的Enter 那键盘的Enter 在ASCII 就是 ASCII ASCII 就是计算机概论里面有讲 你们查关键字 ASCII 里面就会有定义 键盘的位置 那Enter这个键呢 它的位置在第10个位置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模拟 Enter这个动作 我可以取用 我可以取用一个什么呢 在Enter后面 取用一个函数 所以在函数里面还要在用的话 那那个函数名称呢 在全部里面找一下 CH CHAR 有没有 CHAR 实际上就是那个取得 智源级的一个 就是说你 如果知道那个 ASCII ASCII 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里面的话 Enter这个位置在10 所以呢 我们就怎么样呢 用这个 取得什么呢 取得号码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号码是10 就是我在这个中间模拟一个动作 就是帮我 送出一个什么 Enter 然后他就帮我Enter 换行 然后OK 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这边还少一个 换行符号 有没有 不是换行符号 Enter 串接符号 也就是说在 这个跟这个中间的 加一个什么呢 强制换行的一个 那个那个 那个内码 那这个时候的话 送出他就会 会有一个换行 我们来试一下 打勾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什么 换行 有没有 就是靠他 10 就是键盘的那个Enter 换行动作 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键盘上的动作 你要模拟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CHAR这个函数呢 帮我达成 OK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都请不吝点赞